大家好,我是反方三变刘爽 我是反方四变刘建博 鞋肉刀想参加 本以为是一场直达灵魂深处的辩论赛 没有想到看到了一场相声会 辩论的话题 是时事造英雄 还是英雄造时事 谁能想到 一上来就问霸王有几个妃子 现在霸王有几个妃子没说 正方说 这跟变体有什么关系 还没说完 他就能来上一句 当说到哪个皇上妃子多 他能来上一句 话筒没电了 还抢过一遍二遍的话筒 当被盗学没学过历史 反方更是一顿输出 我给你告诉我 没有盗学年打来的时代 是实事盗旧的英雄 你管我呢 这段不是那些英雄 也没有人的英雄 他们只是实在 实在盗出来的人而已 没有盗学年打来的时代 他当时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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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听没 你俩三天 你没在进入吗 我没有 你学没学过历史 最后更是连shut up这样的话都说了出来 两方辩论自当雅亮 满朝文官 你偏要五官还辩论 给人一种体力很强 但是脑力很弱的感觉 一向雄辩的正方 在武将面前也憋不住笑了 网友们严重怀疑 这两位是拉来凑数的 还有网友表示 要是这样辩论 我奶奶也能上 秀才遇上兵 有理说不清 老祖宗早就说过 武将干不了文官干的活 还是去德云社说相声吧